民述纪 第23章 巴兰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给我住七座坛 为我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 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站在你的梵祭旁边 我且往前去 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于是 巴兰上一静光的高处 神迎见巴兰 巴兰说 我预备了七座坛 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梵祭旁边 巴兰便提起师哥说 巴勒 巴勒引我出亚兰 摩押王引我出东山 说 来啊 为我咒诅雅各 来啊 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名 不列在万民中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我愿如一人之中而中 巴勒对巴兰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 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他回答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能不谨慎传说吗 巴勒说 求你同我往别处去 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 你不能全看见 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 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 领巴兰到了索菲田 上了皮斯加山顶 住了七座坛 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站在这梵祭旁边 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 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 将话传给他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站在梵祭旁边 磨牙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 巴勒问他说 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兰就替师哥说 巴勒你起来听 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 神非人 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 岂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赐福 此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 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神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 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这名起来仿佛母师 挺身 好像公尸 未曾吃野食 未曾喝被伤者之血 绝不躺卧 巴勒对巴兰说 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 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巴兰回答巴勒说 我岂不是告诉你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须遵行吗 巴勒对巴兰说 来吧 我领你往别处去 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招足他们 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往旷野的皮尔山顶上 巴兰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 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 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